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 飞来的砖块 一位非常成功的年轻公司的总经理 开着他才两个月薪 黑色光洁的八缸引擎的 Jagua XK捷豹跑车 进到了一个芝加哥市区的街道中 当他看到有一个孩子 在街旁停着的车子之间走动的时候 他本能的慢下来 似乎飘到见到什么东西在路边 当他继续前进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东西从两部汽车当中飞了出来 打在他新车的车门上 当他看清楚 是半小块砖头的时候 他气愤的紧急刹车 很生气的把车倒回去 开到丢砖块的地方 他跳下车来 跑上前去 抓住那一个丢砖块的孩子 用力的摔他到一辆车的旁边 大骂说 你是谁 你搞什么鬼 你想你在干什么 他的心中充满了路火 正如火山一样的爆发开来 他说这是我刚买的捷豹 你知道你执这一块砖要花多少钱修理吗 你为什么要丢砖块 对不起先生 我非常的抱歉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个少年人要求 他说我丢砖块 因为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眼泪从那个男孩子的面颊上流下来 他指着路旁 两部车停的中间 说先生 是我的哥哥 他要过街的时候 从轮椅上摔下来 我没有办法将他扶起来 小男孩一边哭一边说 能不能请你帮助我 把他扶到轮椅上 他实在太重了 我扳不蹦他 这一位年轻成功的商人 突然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感动 他用力地吞下了在他喉头间 快速涨起来的口水 他放开了那孩子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 就走到了那个寝翻了的轮椅旁 把那青年人扶进他的位置上 又检查了一下 是否有没有什么伤口 然后他目送着那个小男孩 对方回头 用感激跟亏欠的眼神 望了他一下 就推着他的哥哥 走向自己的家去 他沉重地走回到 他的捷豹新车旁 凝视着凹下去一点的车皮 突然他决定 不必去修它 他要留下这个疤 作为对自己的提醒 在人生中 不要老是那么快地进行着 以致别人还要用砖块 来引发自己的注意 还有一些当做的事情 当然 有些砖块还算是比较软一点 你的生活中 是否也有意外的砖块 飞向你来 请不要立刻的发怒 大声的咒骂 要先看看周遭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们说了那么多负面话的时候 不要忘记 只有神 才有正面的答案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